大家好 今天我們要講的是關於NLG的decoding 也就是我們在做自然語言生成的時候 到底是怎麼一個字一個字的生出來的詳細策略 那我們今天前面會先簡介一下 就是NLG也就是自然語言生成 那大家已經都非常熟悉的這個linked modeling 那我們除了linked modeling 我們也會特別提到一下下很多使用的情境 其實我們其實是conditional的linked modeling 接著我們就會講非常多不同的decoding的algorithm 那我們講完了之後 你大概就會知道說 我們有了一個模型之後 我們在使用它去生成文字 生成語言的時候 其實還是可能會出現非常多不同的變化 這取決於你是用什麼樣子的algorithm 來去選擇你現在想要生成出來的這個token 好 那自然語言生成是什麼呢 大家都知道非常非常多的任務 都可能包含要生成語言 比如說machine translation 我要把一個語言翻成另外一個語言 所以我們就要生成我們target的這個language 在做摘要的時候 我們的output其實就像是我們希望能夠產生的這個摘要的句子 摘要的文章 在做dial generation的時候 我們希望我們能夠生成出一段對話或是一句話 能夠來回應我們的user 還有很多甚至是跟影像相關的也非常多都跟自然語言生成有關 比如說image captioning我要給定一個影像 讓它能夠生成出這個影像裡面 到底包含什麼樣子的內容 就是有點像是這個圖片它的一個文字的描述 那這樣子的輸出是不是也是一個自然語言呢 那除此之外也有非常多各式各樣你可以想到創意的應用 比如說我們可以輔助小說家去寫小說creative writing 所以我們的輸出的東西也是一個natural language 包含是你要寫一個故事 你要寫一個小說等等的 非常非常多不同的task其實都跟語言生成是相關的 那大家也知道linked modeling基本上它的概念就是 利用predict next token這樣子的概念 讓我們可以讓模型可以學習到 在這個語言上面到底是怎麼做連接的 所以可以學到這個語言上面的一些特性一些特徵 這樣一來他可能就對這個語言有一定程度的了解 比較能夠做這個語言相關的modeling 那我們可以把它簡化成其實linked model就是在做模擬預測這個幾率分布 意思就是說給定previous可以看到的這些information 我能不能夠讓他預測出下一個可能會看到的這個yi 也就是下一個token下一個詞彙到底是什麼呢 如果我有很好的能力去理解這個語言的話 我自然而然可能可以猜想到 就算我只聽到前面出現這些字詞 我也能夠預測出potentially你比較可能會接哪一個字詞在後面 所以有非常多不同的linked modeling的方法 比如說之前我們提到這個rn的linked model 其實就是用一個temporal的這種sequence modeling的方式 去model這個distribution 那當然你也知道我們現在最popular的linked modeling 其實是利用transformer這樣子比較複雜的模型 去model這樣子distribution 那不管你是用什麼樣子的模型其實都沒有關係 重點就是我們讓他去學習在這個語言上面這些pattern 讓他用predict next token這樣子的方式來學習這個語言 那我們就可以把它illustrate像是這樣子的圖示 我們的想像中就是從句子開頭當成input 我希望他能夠predict應該要出現的下一個字 好那我們在training的過程中 這是我們真正看到的下一個字嘛 那我們希望他predict出來的這個y1head 會跟我真正的y1可以盡量的相近 所以我們就會有這樣子的loss來去optimize我們的linked model 那以此類推看到了在一個時間點看到了y1 我希望他能夠optimize讓他可以更接近真實可能會產生的下一個字 就是y2 那這就是一個linked modeling的過程 那這個中間不管你是用rn或者用transformer都沒有關係 它的概念最主要重點就是它的output 那這個output它的意義就是像剛剛的式子所示 我希望能夠given前面已經出現的context 它能夠評估後面應該要出現yi的幾率 所以不管你是透過recurrent的unit或者是你是透過transformer 你的重點就是希望能夠把這些資訊 pass給下面的這些下一個可能會出現這些context 然後可以在所有的information aggregate在一起之後 輔助你去判斷即將要出現的next token會是什麼 那什麼是conditional的linked model呢 那就像剛剛那個式子一樣 我們的目標要generate一個句子嘛 所以我們希望giveny1到yi-1 它能夠modelyi的幾率 然而conditional的version就是除了 我要能夠在generate這個y的過程中 能夠model的好以外 我要考慮一個額外的input就是x 舉例來說有什麼任務呢 比如說像剛剛提到的machine translation 基本上就是given這個source sentence 我希望它能夠generate出target language sentence 所以在generatey的時候 我是不是就是在model所有y1到yi given之後 看到下一個yi的幾率 但是還有哪一個是condition呢 就是我的inputx 如果是sumization我的input document 就會是我們要condition的這個x 那dialogue generation我的response generate的是y 那我的given的information就是dialogue的context image captioning我的x就是這張圖片 一次類推 所以你會知道大部分的任務 只要我們是一個有giveninformation 不是只是讓它隨意的生成資訊 基本上它都落在這個conditional的link modeling的範疇 所以說大家現在用的這種promping 其實也是一種conditional的link model 因為我在generate我的y的答案的時候 我其實有給它given我現在的這些input prompt 所以我們可以把剛剛的這一個link modeling 再生成這個y的過程 前面因為要condition在我的一個input x上面嘛 所以呢我們就可以把它示意成這樣子 那x如果它是一個sequence的話 那它當然就是這樣有順序性的 那當然不一定所有的input 它都是可以都一定要是sequence的 像是剛剛的image 它可能就會是一個x的image直接進來 那這邊不管你的x是什麼形式都沒有關係 我想要表達的重點呢 就是這邊是我們的condition 所以我們在optimize的過程中 其實還是optimize這邊y1到y6 需要跟我的target接近的這個loss 所以示意來看在這邊的這個y1 它其實就是多了這個x當做它的condition 因為它這邊的information是不是會pass到現在的第一個 產生第一個字的這個hidden state上面 所以你可以想像這個hidden state 它就已經包含了前面這個condition 那後面的每一個時間點我也都要condition在這個x上面 好 那一個encoder decoder model 比如說一個t5的model 大家之前我有示意給大家過嘛 就是有非常多不同種類的pre-training的model 有encoder decoder類型 前面是一個encoder把資訊encode起來 後面是一個decoder把資訊generate出來 那另外generation類型的也有像gpt這種純粹只有decoder類 也就是全部都是這邊右邊的這種樣子 那我們之前講的三個不同的architecture 還有另外一個是只有encoderonly的 那只有encoderonly為什麼沒有出現在這裡呢 因為只有encoderonly的 它其實是沒有辦法做到generation的 那之前我們也講過encoderonly的 因為它可能就會看到後面要出現的資訊 它就不那麼適合直接用在generation上面 所以大部分用在generation這些task上面的 主要是用encoder decoder的model 或是decoderonly的model 那比較有名的encoder decoder 就像是t5或是像t0 那decoderonly的有名的就是像gpt這樣子的模型 那這些模型呢 它就是不管你是哪一種模型都一樣 只要是conditional version 它基本上就是我的這個有一個x 那我在optimize 我在training的過程中 這邊是不會有額外generate東西的loss 我是到我真的要開始generate之後 我這邊的y才會有所有target的y才會有loss的產生 接著我們要來看 到底是怎麼做這一個generation的training 那大家都知道我們有一個target就是y 就是y1到yn 那在generate的過程中 我們其實就是condition在y1到前一個generate出來的y1-1 然後希望它可以generate下一個字就是y1 那當然given我的一開始的source 那在這裡的用x來當成表示 所以呢t-shirt forcing它的做法是這樣子的 我們在training的過程中 看到了現在已經generate 或者是現在要開始generate的第一個token 我希望能夠generatey1嘛 那這個y1要跟我的target的y1 盡可能的接近 那非常的直覺嘛 那當然看到y1之後呢 我要能夠generatey2 y2就是跟我們target的y2要盡量接近 那這非常naive啊 這到底有什麼不好的地方呢 感覺非常的直接嘛 我的每一個時間點 我就是把答案裡面的yi拿過來當成我們的target 要讓它optimize朝向這個過程 好 那它的問題其實是在這裡的 就是當我們拿goal standard的這個target來當成training 是非常合理的 然後也非常的直覺 那這個叫做teacher forcing嘛 但是它不好的地方 或是它可能有一點點疑慮的地方 是在於這樣子的training 它其實會造成我的training跟testing會有一個mismatch 欸仔細想看 為什麼training跟testing會mismatch呢 因為在training的過程中 我是不是看到答案裡面的yi-1 然後呢要讓它伸出yi嘛 所以每一個時間點看到的這個input 都是condition在正確答案的yi-1上面 欸但是你在testing的時候 你根本不知道正確答案是什麼 所以你沒有辦法fit進這一個正確的yi-1 在testing sample上面 那這樣子一來我們在testing的時候怎麼使用的呢 我們使用的情境是beginning of sentence 放進去我會有一個predict的y-1嘛 predict的y-1有可能跟正確答案的y-1是不一樣的 那不一樣怎麼辦呢 那也沒辦法嘛 那我的下一個時間點 因為我是testing的example 所以我們不知道正確答案的y-1是誰 所以當下一個時間點我要generatey-2的時候呢 我就把predict的這個y-1當成input放進去 讓它去generatey-2 所以你會發現這個mismatch的地方就是 在training的時候 然後我放進去的這些y都是答案裡面的y 但是在testing的情境 我放進去的y是什麼y 是predict的y 所以當你predict的跟ground truth 是有一點點的不一樣的時候 你就會造成training跟testing也會有mismatch 我們舉個例子 假如說你在training的時候 你看到的這個reference 你的答案呢 是要optimize a b b 對吧 所以呢 我們現在呢 把beginning of sentence放進去 我希望產生a的幾率要盡量的高 接著呢 因為我的答案是a嘛 所以呢 在下一個時間點 我會讓它把a放進去 然後呢 讓它give an a 讓它可以產生b 那再來第二個時間點 我們產生要讓它optimize b了之後呢 下一個時間點 我就把答案裡面的b放進去 要讓它再產生b 這是teacher focusing 就是在training的時候我們會做的事情 好 那如果我們用這樣子的過程來當成training 那我們在generation的時候會有怎樣的mismatch呢 同樣用剛剛的這個情況 假如說我們beginning of sentence放進去 雖然我在training的過程中 我剛剛是optimize要a比較大 但是呢 現在它可能就有一點點的不穩定 或有一點點的noise 然後產生了一個b的值是比較大的 所以我generate b這個值 所以呢 generate b這個值之後 就跟答案裡面的第一個字 它原本是a不一樣了嘛 所以我第二個時間點 我因為我不知道正確答案是什麼 我只能把第一個時間點generate的這個b 拿進去當成input 所以呢 放進去之後 可能就會造產生跟training 完全不一樣的pattern 好 原因就是因為在testing的時候 我們是沒有辦法得到ground truth的input ground truth的y 所以我們只能把predicted的結果 當成是input 然後來產生下一個時間點的output 所以原因就是因為reference是unknown的 所以如果我們在training的時候 只有看過ground truth的input 我們有可能使得它在放入predicted的這些答案的時候 可能會沒有那麼的穩定 或者是optimize的沒那麼好 那這個情況呢就叫做 exposure bias 也就是我們的training跟testing存在一個mismatch 那我們現在就來看看什麼是exposure bias 好 在這邊你可以看到左邊有一些就是樹狀圖 好 那我們假設現在我們可以generate的token 只有a跟b兩種 好 所以你可以把它想像成做一系列的generation 其實就是2的n次方的很多很多條pass的一個選擇 所以每一個時間點你都可以generatea跟b a或b 那下一個時間點你也可以generatea或b 所以它就會是一個樹狀圖的這樣子的結構 好 那我們可以看到在這個圖上面上半部呢是training 下半部呢是testing 好 所以上半部在training的過程中 我們是不是有一個ground truth的sentence 就是abb讓它去training 好 所以我們的ground truth training的pass長這樣子 我告訴你一開始在beginningofsentence的時候 你要去optimize走a的這條路 接著呢 在到達這個點的時候 你要optimize走b的這條路 接著呢下一個時間你在optimize走b的這一個路 好 所以呢這就是你在training的時候會進行optimize的過程 對吧 然而在testing的時候 我可能一開始 因為可能一開始的input有些no sr或者是各式各樣可能的原因 所以我現在estimate出來的information可能就走在b是比較大的值上面 所以呢我就可能會走到b的這一邊 所以呢在training的過程中其實是沒有見過這一條路的 所以當你一步走到沒有見過的這一條路上面 後面的這邊的路徑其實是沒有被explored的 既然沒有被explored 它其實就沒有辦法很好的去估計出下一個時間點 givenb之後我應該要怎麼繼續去做generation 所以這就是exposure bias 因為我們在training的時候 已經看過了很多ground truth裡面的這些pass 但是我們當然不可能把所有的pass都看過嘛 所以一旦你在testing的時候走到了一個沒有見過的這一個pass上面 這個note上面沒有explore過的note上面 你就沒有辦法很好的去估計下一個時間點應該要怎麼繼續去generate 這就是training跟testing有一個mismatch 也就是exposure bias的示意 所以這就變成是一步錯步步錯 你只要一步走的跟原本的expected不一樣 我們就有可能會產生完全不一樣的output 所以你看training的時候明明是要產生ABBA 但是最後產生了BAA就完全倒不回來了 這就是一步錯步步錯 好 那過去要怎麼去mitigate這樣子的問題呢 有一個很聰明又簡單的方法叫做schedule sampling 剛剛說到我們的問題是什麼 我們的問題是不是就是training跟testing會有mismatch training的時候我們拿進去的input是什麼 是goldstandard input 但是testing的時候我們拿進去的input是什麼predicted input 所以說現在我希望能夠讓training跟testing盡可能的相近 好 所以說假設在第一個時間點 假設我現在答案是A 好 接著呢我現在生出來的是B 那我就有一個機率值 有的時候會選擇正確答案 有的時候會選擇predicted答案 所以呢你現在有兩個選項 一個選項呢就是你預測出來的 你預測出來的是B 那正確答案是reference給你的 reference告訴你說 第一個時間點應該要generate是A 所以下一個時間點 你可以拿grunttruth裡面的這個A 或者是你modelpredicted出來的B 我用一個非常簡單的simple的機制 讓它有一個隨機性去決定說 到底要拿reference還是拿model 假設說現在這個simple是random simple 那就像是我在training的過程中 有的時候拿reference 有的時候拿model的 那這樣子模型可能就也會學到說 欸有的時候拿reference的 那有的時候拿model的 所以你現在在使用的時候 我是拿model的 那因為在training的時候 有的時候也是拿model的嘛 所以它就會 某種程度上 testing跟training會比較接近 好 所以呢 我在選擇要用哪一個的時候 最簡單的方式我可能就有一個simpling的機制 比如說我投資了硬幣 如果是正面的話我就拿model 如果是反面的話我就拿reference 好 接著呢根據我sample的這個結果呢 決定我要放入哪一個input 然後再去決定下一個input的結果 的training 然後一直做同樣的事情 所以在每一步的時候 我要選擇是model產生的還是reference的 都是根據我這個simpling的機制來的 好 所以說 想像中到底怎麼做simple比較好呢 大家可能會想說我全部都50% 那這是一個非常非常naive的做法 但是你想像 在training的時候 一開始在學的時候 因為它還不太會generate嘛 所以你一開始應該是告訴他 model到底是什麼 你可能就會比較知道 就算他一開始predact的不好 那反正第二個時間點我也會告訴他說 正確答案前面產生出來的應該是什麼 讓他去接著繼續接龍 所以在training開始的時候 我應該要有比較高的幾率去sample到reference的答案 然而隨著training越來越好 越來越好之後 我應該要漸漸的比較多去拿model出來的結果 為什麼呢?因為我training到最後 我希望它會跟testing是越接近的 testing是什麼?testing的情況是不是就是 我每一次generate的時候 我都是拿model產生出來的這個結果 所以你training的最後 希望它跟testing接近 所以你希望training到最後 我大部分都是從model裡面拿出來的 所以你就可以設計一個這個 decreasing的這個function 這個function的這個值呢 就代表著你有多少幾率會從reference裡面拿出來 所以如果是線性的話 就代表一開始全部都從reference裡面拿 到最後就全部都從model裡面拿 然後這是一個線性 decay 那當然你也可以是這種exponential decay 或是這個inverse的時候 sigmoid decay都可以 總之概念就是前面比較多幾率會從reference拿 後面比較多幾率會從model裡面拿 所以呢當training完了之後呢 我的testing就會跟我的training是比較接近的 那這是一個非常簡單的方法 那用這個方法就可以mitigate這樣子的問題 那我們可以看看在2015年的時候 提出這個方法的這個paper 它就做了一些測試 那它測試的這個實驗呢 是做在image captioning上面 也就是給定一個image 我要產生這個image它的描述 所以image是我的x嘛 然後我要generate這個y 對 那我在training的過程中 是不是就要optimize每一個yi 好 假設我們always from reference 也就是我們像teacher forcing一樣 全部拿ground truth裡面的這些y 這是它得到的performance 好 你可以看到還不錯 那你想說如果讓training跟testing 是沒有mismatch的 但你當然就會想說每次都拿model predict 你會發現performance就低了非常的多 這代表什麼呢 這其實代表說 因為你可能沒有老師在教 你一直拿你產生出來的 可能就還沒有辦法學的那麼好嘛 但是你又一直拿你現在已經學的東西 再繼續做後面的生成 其實就會很難接得非常的好 對所以這就驗證了schedule standpoint的重要性 我一開始應該從reference拿 但是我又希望testing跟training不要有mismatch 所以就從reference漸漸的再變成是從model裡面拿 所以用schedule sampling的方法 你可以看到在這三個metrics上面其實都有還蠻有顯著的進步的 所以這就告訴我們說 的確我們training的時候從teacher那邊來做training 漸漸的為了要mitigate training跟testing的mismatch 我漸漸的要盡量就要改成 從predicted的output來拿來當成我的input 漸漸的就會越來越接近testing的scenario 大家看完了這個schedule sampling之後 就會想說哇schedule sampling實在太棒了 所以是不是在做任何generation model的training 我們都要apply這個schedule sampling 是但是也不是為什麼呢 我們現在大家最常看到這個LLM 也就是large language model 他在training的時候其實並沒有applyschedule sampling上去 欸為什麼呢 會用schedule sampling的大部分其實是 欸我的資料量沒有那麼多 然後我要training一個generation model 所以你要用schedule sampling可能就會做得比較好 那為什麼LLMtraining是不用schedule sampling呢 那我們就想想看schedule sampling它的精神 其實是要來減緩這個exposure bias的問題 那exposure bias這邊複習一下是什麼呢 exposure bias是不是就是我在training的時候看過這條pass 欸有可能在testing的時候我走到另外一條 從來沒有explore過的這條pass 所以我的這個pass上面的幾率可能就會estimate的很差 所以呢就會造成效果非常不好的一個generation的結果 一步錯步步錯嘛 那為什麼LM不用考慮這一個training跟testing可能會mismatch的狀況呢? 好,其實最主要的原因 這其實是一個很empirical的一個經驗啦 因為呢,logic model的training其實背上非常大量的資料 所以它的假設其實就在於我有非常大量的資料 所以我盡可能的已經explore過大部分的pass了 所以這樣剛剛你可以看到在training的過程中 我只做過一些pass 所以我在testing的時候很容易找到一條我從來沒有辦法估計的 沒有看過的這個句子 所以我就沒有辦法找到比較好的可能的next token的generation 但是在LM的狀況不一樣 因為LM是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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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量的資料 所以它的想像中其實是 欸,大部分的pass可能都已經被explore過 或者是就算這邊沒有被explore過 它也可以從過去它已經知道的這些information來估算出現在走哪一條路是比較可行的 所以就算你現在testing是一條它從來沒見過的路 它也可以一定程度的估計出還不錯的generation的結果 所以在這種情況下就比較不會有像過去training data沒那麼多的時候 這種exposure bias產生比較嚴重performance不好的這個狀況 所以原因其實是因為在logic model上面exposure bias的情況不嚴重 對,就算它會發生 但是它並沒有因此影響到太多的成效 那我們就覺得好像沒有必要再做那麼多麻煩的simpling 讓它去做training 就直接非常naive的做teacher forcing就好了 好,但是大家還是要知道這個schedule sampling的技術 那這樣子在你如果要自己training小model的時候 其實還是需要apply上去才會發現 我這樣才能夠把它training起來 拜拜 一個анием我才提供